很多人都用过拼多多 但是对于这个APP的评论却褒贬不一 有的人说在拼多多上 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同样的商品 很划算 但也有人说 拼多多上面卖的东西很多都是假的 根本就不是物昧价廉 买回来的东西根本不能用 这拼多多上有好货也有假货 这两种说法自然都是对的 但客观来说 如果咱们想用更低的价格赌一把 也愿意承担这个风险 那拼多多也不失为一个选择 但要是想更加稳妥的买到好东西 那还是去其他正常价格的平台上购买 更合算 很多人说我要有钱 我才不来拼多多 但是话说回来 拼多多也没嫌咱们穷不是 而拼多多建立支出的目标 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通过 和别人拼团的方式 以更低的价格买到心仪的物品 当然风险也包含在内了 但总体来说 这款APP的受众还是国内中低收入的人群 因此这批人在拼多多的用户中 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拼多多成立于2015年 短短几个月 在2016年的2月 拼多多的成交额就突破了1000万 付费用户突破了2000万 同年10月10日 拼多多的单日交易额超过了1亿元 仅仅两年 拼多多就登陆了美国资本市场 随后的时间里拼多多就开始了迅速发展的历程 之所以能发展的这么快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移动互联网的助力 从年龄上来说 中国的网民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就是以80后 90后和现在的00后为首的一大批 能够熟练使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人群 第二类则是以父母一辈为代表的中老年人群体 对第一类人群来说 目前已经有了一定经济实力的人 使用拼多多的概率要小于其他人 但是这些熟练使用网络的人群之中 还有一大批是没有收入来源的学生 对他们来说 能够有一个物美价廉的购物平台 能够解决相当大一部分的经济问题 而对于第二类人群来说 这拼多多的作用就更加体现出来了 他们可能最近几年才开始学会使用智能手机 自然有了使用互联网的需求 而购物就成了首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了 但是由于这一人群的消费观念 和对于熟练操作手机的能力要低于年轻人 拼多多这样一个操作简单 而且价格低廉的平台就成了他们的首选 虽然中国的发展举世矚目 但与此同时 在广大的非一线二线城市中 还有不少中低收入的人群 因此拼多多的市场也是相当的广阔的 虽说拼多多也有商品存在假货的问题 但是作为第一个提供拼单 以低价购物方式的平台 它还是有一定的可取之处的 这不近期新闻爆料 拼多多的市值已经超过了百度 其发展势头也是十分迅猛 对于其他电商平台来说 能够满足更多人的需求 这才是走得长远的生财之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